男子不斷對著售票口大聲咆哮 甚至還大力拍桌敲打售票窗玻璃 情緒相當失控 地點發生在花蓮火車站 一號晚間六點多 這名男子先是買了區間車票 後來換成對號自搶號 結果後悔再度到會台說要換票 台鐵人員表示 這名乘客已經換過一次票 只能退票 另外購買 加上男子原來購票價只有18元 低於20元也不能退 男子氣沖沖離開 過了四小時經由折返 再度以售票人員起衝突 收手續會的部分 如果是當天的話 就收取每張票票價20% 且不得低於20元 那第二天到第三天這個部分 一樣要收取這個退票手續會的10% 而且不低於這個20元 那26天以上的就是退票手續會10元這樣 警方到場制止男子情緒依舊激動 直到原警表示如果影響其他旅客安危 將實施保護管束 最後在安撫規制後 男子才冷靜下來打車禮去 TBS新聞高志宏花蓮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